這三個星座是絕對不會認錯的 所以是處女 處女、射手跟雙魚 喔 雙魚 剛才老師說的雙魚也是要小心的 就是他可能也會 可能把一些然後記憶 存在自己的腦海裡 就是譬如說 不好意思 我還是舉一下乃哥的例子 因為像上次可能唐同事 他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節目的效果 然後他可能只是很努力在做他的工作 可是 可是乃哥有可能因為一點點小小的感覺上 好像 定雷貝 不是很舒服 然後他開始那個情緒就會很快很快的冷靜 喔 是 然後就後來就大爆發了 所以他就會像你剛才說的腦補 他會腦補很多情緒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他們是具體力真心 就是他們那個感覺很差 然後他要你去搞清楚現在到底什麼狀況 所以像我們剛剛說處女、射手跟雙魚 我們之前有聊過那個楊修惠的胸圍 他就是雙魚座 他就是雙魚座 對他就是雙魚座的 喔 因為我發現他們在罵人的時候 他們都是這種連住話 可是他們只是情緒的一個宣洩 嗯 對 但他還不是真的要針對你什麼 就是他自己當下情緒不好 他們就會覺得 你做的這件事情 他會累積很多的情緒 然後去罵你 然後去宣洩他那個情緒 喔 他只是要去處理 他覺得是對的事情 像五六八有三個星座的人 他們是屬於面子掛不住的 這什麼意思呢 對 面子掛不住 就是基本上呢 他們會非常重視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或是想法 那有時候你可能跟他講話的方式 他會覺得你的口氣不好 喔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怎樣 你是想要找他麻煩嗎 還是你是不給他面子呢 或什麼之類 當他們覺得自己連他的面子掛不住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非常容易發火 所以就是 比如說像有些地雷的字眼 比如說你如果講他媽寶啊 Loser啊 然後是什麼娘娘腔啊 然後像這幾個星座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在羞辱 喔 所以就是巨蝎 獅子跟天秤座 就對了 他們是可能有一些面子的問題 他們非常重視自己的感受跟面子 就是有一些key work 可能你沒辦法 就是踩到他們地雷 他們就會爆炸了 對 所以這幾個星座要小心 就是吵架 剛剛這三個星座 星座吵架之後 這些字也不要用上 就是巨蝎 獅子跟天秤 有些然後面子的詞句 可能要拿捏得適當一點 不然他們就是踩到他們地雷 他們就會 比如說就像是 比如說男女朋友付錢 然後可能女生只是好意說 欸上次你錢 那是我錢 可是你如果讓人家誤會 就是如果男生誤會 你是要羞辱他 喔 所以你是沒錢 我要幫你出錢這樣 對 就一副那種 等一下我現在是白吃你的飯 就是 他們這三個星座 有可能是會生氣 所以巨蝎獅子跟天秤 可能會因為 女朋友只是為了好意說 啊 大家就是go dash 然後什麼 他就會覺得 你現在是瞧不起我沒錢嗎 是嗎 有時候可能會 就是 就是那種你的好意 跟對方的那個感受 如果才能落差的時候 就會才會這樣 喔 就會吵架了 哇這個要小心拿捏 蠻容易的吧 對他們的面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給這三個星座 巨蝎獅子跟天秤 一點點面子 一點點面子 要給他們 好好顧及他們的顏面 不然就是會 就突然 抓起來就爆炸了 蠻容易爆炸的 好 另外一個 類型的呢 呃 就是我們稱之為 脾氣絕對不會乖 不會抹角形 對 這三個星座 有白羊 雙子跟天蠍座 對 他們就是屬於 就是 呃不太會忍耐自己的脾氣 嗯 然後有話直說 嗯 然後基本上呢 呃 當然有時候我們都講 理智線斷掉的時候 真的什麼難聽的話 都可能說得出口 喔 那比如說像白羊雙子跟天蠍 他們在 在生氣講話的時候 像 有一些星座 可能他們會講一下說 這個話講會不會不好或什麼之類 比如說 呃 像 譬如天秤座他們是很討厭衝突 嗯 然後感覺會避免去用掉一些字眼 可是像 像白羊座 然後雙子座跟天蠍座 他們真的是生氣的時候 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可是基本上我們剛剛講這三個星座 他們的脾氣是不會拐彎 就是很直啊 就直接型的對不對 對 就是白羊雙子跟天蠍 是很直接一針見血型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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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非常直接 但是會被傷的體無完 比如說什麼死胖子啊 艾滋啊 天啊 然後什麼 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就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人身攻擊型的話 我覺得也不一定都是人身攻擊型 就是他們講話就是很直啊 還是他們就知道對方可能就會受傷 他們就知道就是一定要攻擊你這點就對了 對 針對你的弱點 很累 去攻擊這樣 是 然後最後一個型的 類型的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星座 你就是 吵架有點難吵贏他們 就是金牛 摩羯跟水瓶 這三個星座 他們是屬於救世論事型的 喔 救世論事 我必須先講 金牛座不是一個很擅長吵架的星座 嗯 對 上升或太陽在金牛座的朋友 喔不會吵架 他不喜歡衝突嗎 不是 他們是不擅長吵架 喔就不會吵架 因為 常常很好笑 就是金牛座的朋友有時候 他們是那種吵完現場之後 他會繼續講說 我剛剛那句話罵得不夠很容易 所以他們回去還會繼續 還會去想說 我應該剛剛怎樣罵會比較狠 就是金牛座他們不太擅長吵架 喔 那不擅長吵架的時候怎麼辦 就輸了 就冷戰 喔 他是會採用冷戰的方式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金牛 金牛摩羯的水瓶 他們屬於救世論事情 他們不一定是 是針對你這個人 他們很多事情生氣是因為這件事情 你這樣很不爽 喔 所以他不是對人啊 他們大部分是 那其實也蠻理智的啊 對相對來說他們其實算是 算是理智 可是金牛座比較煩的是 他們會冷戰 因為他們不太會 就是不擅長吵架的事情 他們會換一個招數 叫做冷戰 喔就是每個 金牛都自己要專長就對了 對對對 可是他們基本上是 他們認為他們是在針對這件事情 在處理 像摩羯啊水瓶啊 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他們就是 這就是我們剛講的 就是很喜歡搬很多大道理 對不對 那像水瓶水瓶跟金牛 他們就是 絕對講過一年他就冷戰 水瓶跟金牛 他們就是會冷戰 這兩個星座就是會冷戰型的 金牛還有水瓶座 對 那摩羯呢 摩羯就是剛才講的 摩羯座他們基本上 他們覺得說我們只要 把該講的事情講完就好